大家好我是Paul 周圍到周圍英文一起讀 所以iPhone是不是一定要用USB-C来充电的呢 我看起来是至少在欧盟的规定里面是的 所以他说的是在2024年的秋天的时候 是一个最后期限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拜这个借机词 他就有给你一个deadline的感觉 所以他的标题说 iPhone will be required to use USB-C charging by 2024 Under EU Policy EU就是European Union就是欧盟 所以欧盟的政策 2024年的时候 拜当作这个使用就是期限的借机词 那下面有个小标题我觉得很好笑 所以EU to the Lightning Port 就EU对着这一种充电模式说了什么话 说的就是USB see you later 所以他是See you later就是拜拜咯 可是你看这个C却是Type-C的充电方式 所以USB see you later 你应该懂这个幽默在哪里 那这个Lightning Port我们顺便学一下 虽然说这没什么好学 因为这个已经多少年了 拜托 可是in case你还不会念的话 如果今天你说Lighting这个字的话 这是打灯 灯光 叫做Lighting Lighting 可是如果你加了一个N在里面的话 它变成是打雷 那它的发音怎么念呢 这个T跟N中间是没有真正的音的 所以它是用一个鼻音带过去 所以你不会把它念成Lightning 你会把它念成Lightning Lightning Lightning 一个鼻音带过去就可以了 OK 好所以 这个是那个iPhone它的充电的那个规格 叫做打雷 雷 Lightning Port 所以它就Lightning Port说 See you later USB see you later All righ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说了些什么 第一段看一下 So the European Union 也就是EU has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will make USB-C charging no longer just a convenience but a requirement for iPhones and all other mobile phones by the fall of 2024 所以 Again 所以这个期限 2020年的这个deadline的概念 不再是一个 USB-C的这种 Charging的方式 不再是方便 而是一个必要的requirement So it's no longer just a convenience but a requirement 然后下一段说的是 Today's announcement shows the EU Parliament and Council agreeing to terms for universal USB charging something the Parliament has spent 10 years arguing for 所以今天就秀出了 它的国 Parliament大概理解为国会 或之类的概念 我还真的有一个女学生 她以前在考那个雅思的时候 她的写作题目出现了 Parliament这个字 可能是你觉得国会中间 国会里面有什么 可以改革的地方或干嘛这些的 或者你认为她的权力是不是太大或什么的 我搞不清楚那题目说些什么 但总之 她竟然不认识parliament这个字 哇靠北整篇不会写 所以你要知道 Parliament就是我们讲的国会 OK 所以这边说的是这个parliament已经花了过去的10年的时间 argue for这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来赶快全部的全面用USB-C的Type-C 这样子 所以这里的argue for 你把它翻译成支持 其实我觉得还说的过去 所以也就是说argue后面可以加两个可能的介细词 for跟against so if you argue against something 也就是你反对它 OK 因为argue这个词有辩称啊辩论啊之类的概念 像argument还可以翻译成论点的意思 so if you argue for something you are in support of it if you argue against it you are against it OK you object it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过去10年都希望 我们就改用USB-C吧 那苹果的话一直都不让它过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下一个词也是很常看到的生活用的词 就是comply with 他说的是 因为事实上到2024年也没剩几个月了 今年都2022年都已经快要过一半了 已经过一半了 所以laptop 所以我刚刚看到很有趣的是 他想要用在他的这些东西上面 就包括有 你看这边有一堆 the policy will also apply to handheld video game consoles e-readers earbuds headphones and headsets 先写了这么多 所以一旦他通过了 once approved 这个policy会应用在 第一个东西 handheld video game consoles handheld就是手持的概念 那video game你应该没问题 console是什么 console就是 我们讲简单一点点游戏机 OK 我记得很久以前巴哈姆特 他在那个他的游戏的那种种类的分类上 还有一些 就我看了会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会有写着 PC game 对不对 然后呢 cellphone game 然后他有个种类叫TV game 以前曾经有 那TV game可能可以分成 PlayStation 或者是Nintendo的东西 或者是 Xbox 这几个 那殊不知其他不应该说真的是TV game 因为说真的你也不用 你不用TV也可以玩 你可以用你的电脑的monitor 也接上也可以玩 所以其实这些游戏机的游戏 我们统称为console game OK 所以这里讲的handheld video game consoles 没问题 手持的那种 像steam好像也出了一个steam deck的那个东西 所以是手持的 好这样你懂 handheld e-reader就是那种像 是不是我差点讲tinder 不对 Kindle 想起来了 Amazon出的那一种 所以电子书的那一种载具 e-reader 没问题 earbuds就是入耳式的 耳入式还是入耳式的耳机 earbuds headphones就是穿那种 应该怎么说 总之就是照住你耳朵式的那一种headphones head sets的话 多半讲的是 有耳朵听的部分 也有一个耳麦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加了一整套就是head sets 我为什么要讲解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如果看不懂这个我觉得 不太可能 我觉得我观众应该懂这个东西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把它讲完了 好anyway 然后往下看的话 说了连这个laptop也就是笔电 它也要改成usb-c的charging 我觉得很酷 真的吗 可能做得到吗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usb的 就是laptop的那个接头 当然每个厂牌不一样 可是看起来就 不像是可以被usb取代的样子 但总之他说要可以 so laptops will also have to comply within 40 months after the policy takes effect 所以也就是 大概就是2024年 它还在给它40个月的时间的概念 还蛮酷的 所以但下一句我觉得就很有趣 with many usb-c charging laptops being ultralights it'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budget designs handle the policy 所以他说了 很多的这种usb-c charging的laptop 都是超轻的 所以就很有趣的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比较平价的设计的话 他们怎么去处理 用usb-c来充电这回事情 所以平价的设计 平价怎么说 你可能会想说我平价不贵 不贵的话不就是像 例如说cheap是不好听的 inexpensive可能好一点点 就expensive的相反 right affordable这个字也常看得到 就是负担得起的 甚至economical也是一个不错的词 就是经济实惠之类的 所以这些 这几个都可以被当作是便宜的之类的 但是其实budget这个字 就是预算这个字 也可以把它当成形容词的时候 然后放在名词前面 你可以说这个就叫做平价的 OK 所以这边才有一个说法 How budget designs handle the policy 他们就看看这种平价的设计 怎么去handle 一定要配合usb-c的充电的方式的 这一种政策法规 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我买一把吉他很便宜好了 This is a budget guitar 很简单 budget travel 平价的旅游或什么的 所以budget真的可以这样子用 如果你以前不知道的话 现在知道一下下 另外还有一个词妹妹讲到的 刚才跳过的 所以laptops will also have to comply within 40 months 所以这个comply 其实一般接的就是comply with so laptops will also have to comply with the policy 这不加with 这边是因为你已经了解到 总之comply就是with那个policy 所以后面那个within 40 months 其实这边讲的是时间的概念 所以这个within是接后面的40 months 所以这里有comply with的with是不见的 但总之你就知道comply记得是with OK 而且我们在一些那种 一些那种安全认证或之类的 他都会说 我们这个安全认证有符合什么什么 谁定下的法规跟标准 所以他有时候在上面会有一个字样 叫做in compliance with什么什么东西 OK 所以comply可以变成名词就是compliance 好这个听懂就好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来 那game console刚刚讲过了 我们来往下看这个mandating cool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焦点转到苹果这边来了 所以在9月的时候 Apple showed its unhappiness with the EU's proposed legislation telling the Associated Press We remain concerned that strict regulation mandating just one type of connector stifles innovation rather than encouraging it which in turn will harm consumers in Europe and around the world 好是苹果的说法 所以总之你知道他听起来是不太开心的 我们再把这句再看一次 所以Apple秀出他的这个不开心 unhappiness 对于这个EU这个提出来的这个legislation legislation就是立法 所以他们对这个立法不开心 他就告诉这个美联社 就是AP Associated Press 说了什么呢 斗点后的这一个 这边夸号就是他的quotation 所以我们保持担忧的状态 We remain remain这个动词事实上跟maintain 常常放在一起讲 我没有很想要把这边来讲这个 我们改天再讲 OK 我简短的说就是maintain是几乎动词 后面一定有受刺 remain不是几乎动词 后面一定没有受刺 它补的一定是主词补语 如果你文法有点基础概念的话 你会听懂我在说什么 如果不懂没关系 我们以后再来举例子 总之这个东西在这两个字 在字典里面都叫做 保持维持的概念 所以说不好懂 不好区别它的使用 那我现在刚刚说了 简单一点的说 就是一个几乎一个不几乎 所以这里的we remain concerned 就很正确 因为就是我们保持担忧的状态 所以这个concerned就不是受词 是在说我们 so we are concerned 就R这个B动词 其实也是不几乎动词的一种 好 so we remain concerned 所以我们保持着担忧 担忧什么呢 用that字去说出来 所以担忧的是 that这个句子 所以strict regulation mandating就是one type of connector 主持在这里 也不应该说主持这么长 所以主持应该就只有regulation 所以严格的规定 这个规定就是 就是规定着只有一种这种接头 one type of connector 所以mandating就是 命令你一定得怎样 所以mandatory就是必要的 我们有时候翻译成必要的 像例如说九年国民教育 我们就叫做九年的 应该讲十二年 mandatory education 甚至比如说强制性的compulsory 这两个词都常常放在一起做比较 我把它打出来好了 所以mandatory跟compulsory 有时候常拿来做比较的 ok 好 所以mandating就是 again就是我们强制这么做 所以mandate这个词 其实也常就变成一个 就是它可以当成一个名词使用 所以mandate这个词 其实还不是只有说强制的概念 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例如说一个公司 它的那个目标愿景之类的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它的mandate 以及还有就是像 美国早就已经没有限制口罩了 对不对 一定要戴 台湾还有所以我们还有mask mandate 你看也是这个词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台湾还有mask mandate 不过有些地方没有了 像例如说去健身房 健身房已经没有mask mandate 所以你只要不要离家太近了之类的 你不戴口罩也是可以运动的 像我就没有在戴 我就真的是觉得 呼吸新鲜空气 也不新鲜啦 健身房里面都是回收的空气 but anyway我就不喜欢戴就是了 好所以这边说了 strict regulation mandating just one type of concept connector 所以要严格限制我们只能用一种 connector的这个严格的规定 动词出现了stifles stifle就是什么呢 扼杀 所以stifle了 stifle什么 innovation 我觉得这借口 靠北 好所以stifle他们的创意 而不是鼓励创意 rather than encouraging it it就是innovation 而这个东西转额会伤害consumer 在欧洲以及全世界 which in turn 所以in turn这个片语 就是转额怎样 OK 转额什么什么这样子 好 所以辗转的这样子 so which in turn will harm consumers 所以伤害消费者 在欧洲 and around the world 可以 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片语就好了 这就是a long shot long shot there we go OK 好 所以 这边再说就是苹果 会不会在考虑干脆在欧盟呢 推出一个USB-C的手机 所以可能 在美国或其他世界的地方 还是推出他以前的lightning的connector 我都讲成lightning lightning的connector 然后在欧洲推出一个特别的 分开的的一个USB-C的一个connector 可是这样子就等于是花了很多成本 就干嘛出两版手机呢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说 a separate USB-C phone for the EU seems like a costly complicated long shot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很贵 而且是一个很复杂的long shot 基本上你如果说 if something is a long shot 就是它的可能性不太高 OK so something so a long shot farfetched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那你可能问说有没有short shot 没有 OK so if something is a long shot you know the likelihood of that happening is probably small OK 好 讲到大家可以 我们大概今天这样就讲完了 需不需要复习一下 我现在我越来越少复习 我有点觉得会不会亏欠大家 那我们来复习实现一下 复习实现 好久没看到这个图片了 好 所以刚说的接级是by 就表达一个期限的概念 lightning是灯光 lightning是大雷 这样子 那如果你支持一件事情 你没有一定要用advocate 你可能也不用support 你可能说you argue for什么东西 就支持他这样子 你想到这里甚至有另外一个补充的 我们讲一个词叫做偏见 你对一个东西有着偏见 这个词叫bias 偏见不见得一定是对一件事情不好的 你如果说我就是喜欢我的 假设我有三个孩子 我最喜欢中间的那个 I am biased towards the second child 所以我的偏见是偏好于他 If you're biased against something 那就是你的偏见是冲着他 是不喜欢他这样子 所以bias you are biased towards or you are biased against 跟楼上这个argue for跟against 还蛮像的 它的概念上 所以你对一个事情有正面的偏见 you are biased towards it 对它有负面的偏见 you are biased against it 好所以这里多一个小补充 复习还是有用的 能够多补充一些有趣的东西 给同学看 好配合叫compliance with 那名词的话会变成incompliance with 那budget可以当下形容词也就是平价的 cheap inexpensive affordable economical budget 也可以 game console就是游戏机 remain跟maintain有机会我们再好好讲 所以remain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maintain是及物动词 一定要加售词 mandatory是有必要的 有规定的 compulsory也是一样 所以mandating 我们还记得刚刚的句子吗 If you are mandating one type of connector that stifles innovation 这个东西是会 stifle 是会扼杀他的创意的这样子 而这个转额会伤害消费者 which in turn harms the consumers 你看我们刚刚走了 你看把自己这个抓一抓 你还可以把刚刚的句子还原呢 你看所以要是你英文读久的时候 你可以像老师一样 OK So if you are mandating one type of connector this if you do it this way it stifles innovation which in turn harms consumers not only in Europe but also around the world 刚刚那个句子大概是这样 一个事情如果可能性的不高的话 it's a long shot OK a long shot 好到这里 我们结束吧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